3月31号晚上8点 法国总统马克龙如约发表电视讲话 收紧全国防疫措施 未来一个月将目前在19个省的防疫措施 推广到全国 也就是说 19点以后宵禁 超过10公里的日常出行需要出示证明 远程办公系统化 非必需品商业设施关闭 复活节以后 不允许跨地区旅行等政策将在全法实施 马克龙说 学校至少关闭三个星期 从4月5号下周一开始 所有学生在家上课 4月12号开始的两周内 全国不分区 所有学校集中放春假 4月26号 幼儿园小学学生返校上课 初中高中学生依然在家上课 5月3号 初中高中学生返校 马克龙表示 目前全法国有850万人注射了第一剂疫苗 300万人已经注射了第二剂 他承诺加强疫苗的储备和生产 加快在全国1700个疫苗接种点的不间断接种工作 到今年夏天 所有18岁以上的法国人 都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马克龙强调 疫苗是恢复正常生活 开放国家边境的关键 他宣布 从5月中旬开始 法国会有限度的开放文化场所 并逐渐开放运动场所 咖啡馆和餐馆 目前英国变种病毒加速传播 法国医院特别是重症病房的情况非常紧张 病人数量已经超过了第二波疫情的峰值 而且发病率也有所增加 过去一周 法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4万人 在近24分钟的讲话中 马克龙一如既往的感谢医护人员一年来的付出 感谢老师们一年来的坚守 他希望所有法国人能够团结起来 共同度过这个艰难的四月 马克龙上一次全国性抗议讲话 还是去年11月27号 另据BFM电视台的调查 54%的法国人支持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严格的封城措施